28日,为期4日的巴塞罗那世界行动通讯大会,完满结束了。 在这次大会上,华为是无可争议的主角,更是又一口气,拿下了多国订单。 在会期间,华为分别和来自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沙特、瑞士、南非等多国企业, 签署了5G合作协议,或达成合作共识,可谓硕果累累。 不过同样是在这场盛会上,美国说好的自由竞争,果然又翻脸了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在世界行动通讯大会,MWC上, 美国派出了由各大重要官员,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,简称FCC主席组成的庞大代表团, 直接向汇聚于此的于10万名电信行业领袖,和从业人员产名,抵制华为的理由。 据报道,美国官员现身说法,呼吁所有安全合作伙伴保持警惕, 避开可能有损全球通讯技术完整性的供应商。 还援引了隶属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,NCFC的一份报告, 指出了华为装置中,存在的种种技术问题。 美国人变脸的速度,实在是太快了。 也或许,之前特朗普发表的自由竞争,不搞打压的言论,本就是缓兵之计。 不过还好华为没有放松警惕。 美国如今说,关于华为的话,也不被世界认可。 毕竟华为的实力和信誉,摆在那里,全世界都看得到。 不过针对美国对华为存在误解这一件事上, 华为还是做出了回应,以及改善关系的橄榄枝。 2月28日,华为在华尔街日报,WSJA5整版,向美国媒体发公开信。 华为在信中表示,美国政府对华为存在一定误解, 并呼吁关注事实的真相。 华为在公开信中,还向美国媒体,发出参观华为园区, 以及与华为员工会面的邀请。 希望借此事的美国公众,能更好地了解华为。 我们可以来看看公开信全文。